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蔡英文 荷兰在台办事处代表谭靖南及国内外重要的出版人士共同出席 邀请民众一起到书展用阅读造让 也在书海中满载而归 以行动支持台湾的出版业 透过阅读可以穿梭在不同世界 探索如海洋般广阔的知识 也激起了每个人心中文化与思想的浪花 总统蔡英文为台北国际书展开幕站台 强调这是多元文化洋流交汇的重要时刻 台北国际书展为我们呈现浩瀚的书海 也是多元文化洋流交汇的重要的时刻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这么多的爱书人 以及出版业界的好朋友 齐聚一堂参加这一场盛会 随着数位科技的发展 阅读的方式和媒体也正在改变 为了鼓励数位阅读 促进出版业的数位转型 文化部已经扩大数位出版的补助 并且在去年推出了 扩大电子书记次借阅服务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之下 每一次的借阅都能够回馈给出版社跟创作者 促进了数位出版和阅读的正向循环 这项服务上线以后 实用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了两倍 另外政府也透过优化图书馆的图书采购 以及增进实体书店的营运等策略 支持实体书的产业和发展 文化部也以文化黑潮计划 让台湾的文化和艺术持续走向世界 还有我们在去年推出的文化币 今年有更扩大适用的对象 从16到22岁都可以领 我们也要在这里宣传一下 在书展用文化币买书 还有点数加码的回馈 台北国际书展是东亚地区在开春之后的第一场国际书展 今天在现场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大使和代表 各位都是多元文化的招浪者 丰富了台湾 还有我们台北的国际书展的知识力和文化力 今年的书展的主题是荷兰 荷兰与台湾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 我相信透过书展的交流 我们双边的伙伴关系也会更加的紧密 台北国际书展是台湾出版界的一个年度的盛事 从1987年开办到现在以来 其实非常感谢我们国内所有出版界朋友的支持 因为台湾这种尊重创作的一个自由 还有一个多元社会的一个发展 我想台北国际书展是当前华温世界中最多元 最自由的一个书展 这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 那今年的书展主题我们是阅读照浪 那主题国是荷兰 所以这边文化部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荷兰官方 还有我们驻台代表处的一个协助 精心策划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展览 跟多场的讲座 也邀请到荷兰当代非常著名的重要的作家 能够到台湾来 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国际书展的一个文化交流平台上面 这个是可以让台湾跟荷兰从1624年当时400年前的相遇 那在今年我们可以重新用出版用文字 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再度的重逢 那也可以让我们台和之间的认识跟交流更深一层 我想因为台北国际书展它不只是一场书展而已 它其实呢是台湾的这个文化创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盛宴 而且是一个连续六天的盛宴 它是一个它是这个Spotlight of our creativity 是我们文化创意产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探照灯 让我们看到了我们长期的积累 还有这个新的创意会不断地产生 它也是一个这个beacon of our future 其实呢对于我们未来文化创意的产业 可以在如何的这个深跟如何的发展 那在我们在这个书展的现场也都可以看得到 虽然这个市场会起起伏伏 其实持续让我们能够走下去的力量 就是看到不断地有心血 不断地有这个新的能量迸发出来 大家听到这个现在现场的声音 它已经越来的越大 其实呢都是书展的人潮啊 还有呢其实书展它也是一个good business opportunity 其实台北国际书展就是台湾向全世界讲述我们台湾故事的第一站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历史的文化的 还有呢还有我们新的这些故事都不断地诉说出来 而且透过各种的转译各种合作的机会 它都会在这个书展里面发生 慢慢地延伸向这个世界 让大家更认识台湾台湾的这个故事啊 台北国际书展20号到25号在世贸易馆展出 来自34个国家与国内共509个出版单位公司参与亮点齐发 像是主题国荷兰采用可回收材料打造绿色展场 周围环绕复制真本古地图 公民书区把旋转木马 咖啡杯海盗船云霄飞车直接搬进书展 带给大家充满欢乐氛围的独自乐园 数位主题馆邀请读者透过亲身互动 打造专属于自己的冒险之书 先一开始进到这个画面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击进到我们的森林里面 那我们要进到这片森林的话 因为不太确定它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在每一个选项中 去找寻我们的能力跟冒险 然后希望可以在最后打败魔龙 然后我们就即将开始成为未来森林的勇者 然后当我做完这些选项的时候 AI就会开始分析我的书本的内容以及我的封面 然后如果我们有输入我们的email 那我们所有的内容都会在十天后上架到电子书的平台 让观众可以去领取看到它的完整书风 主办单位为鼓励民众进场推出多项优惠 包括展场门票全额抵佣金 用文化币赠点 高铁票免费入场 以及消费满额送好礼筹集票等 邀请民众参与一场盛大的知识饗宴 为了要避免民众因夸大不实的广告而花冤枉钱 甚至延误病情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2023年度的违规广告查气成果 总共开罚561件 才罚5424万元 明明是食品广告 却标榜可以降低发言反应 还有宣称可以调离子宫等夸大词句 通通都被卫生局依法开罚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2023年违规广告查气成果 共开罚561件 才罚5424万元 其中媒体类别以网络445件 占79.3%最多 而网站违规广告 则以公司官网275件最多 那我们这次统计我们财罚金额的一个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七宝川有限公司 他被我们财罚的14件 累计财罚金额是380万 主要是他的产品 拉背暖工金翠银 他本身的食品的广告 已经涉及到医疗效能 那财罚第二高的是 我们的中华海洋生技 有限公司 累计财罚的件数是5件 财罚金额是250万 那他的亥Q核易定小分子核藻糖胶 食品广告一样是讲到了医疗效能的部分 那第三名是包保国际有限公司 累计财罚的金额是136万 他有4件主要是他的利保肝胶囊 他是药品 那他广告的内容 跟我们的一个广告核定奖的内容是不符的 那这些我们都已经是依法财罚了 那我们在分析我们 微规广告的一个媒体的部分 那件数最多的是网路的部分 有445件大约是占了一个8成 那第二名的是电视 有57件大约是占1成 那第三名的是透过立牌 刊版海报传单等宣传物 总共有34件大约是6%左右 那在网路的部分呢 违规最多的是在公司的官网 有275件财罚金额是25555万 那第二名是在Facebook有42件 财罚金额是399万 那第三名是Instagram有28件 财罚是233万 那另外像YouTube Live跟TikTok也分别财罚了 有8件4件跟1件 那财罚金额加起来是311万 卫生局进一部分析 违规食品广告已宣称提升免疫力 类占第一位共62件 违规化妆品广告已宣称促进细胞活动 或胶原蛋白增生类共30件 占第一位 那违规的食品广告 我们查期借数最多的是 宣称免疫力 提高免疫力的部分 那违规的借数有62件 大约是占了15.7% 然后第二名呢 是美容化妆品 也有58件 大约是14.7% 那第三名呢是宣称减肥瘦身 有51件 大约是占了12.9% 那在化妆品的部分 违规持续最多的是 促进细胞活动或胶原蛋白增生 有30件是占了23.6% 然后第二名是宣称消炎消肿类 有29件是22.8% 那第三名是除皱除纹类 有27件是21.3% 卫生局呼吁一般市售食品 仅供人体所需至营养素及热量 并不具备提升免疫力 皮肤美容等 涉及改变身体外观功效 更无法达到预防改善或治疗疾病等医疗效能 民众切勿轻信使用夸大功效 或宣称疗效食品 以免健康权益受损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元宵节前夕 台北市卫生局为民众的食安把关 总共抽烟了22件元宵汤圆产品 全数合格 另外联合医院仁爱院区营养师 设计了七彩豆汤圆 选用多种天然食材 并用豆腐取代部分的糯米 降低热量又容易消化 元宵节即将到来 民众少不了吃汤圆元宵 祈求平安圆满 但小心吃多了 身材也跟着圆了起来 营养师就教大家用天然食材和豆腐 制作七彩豆汤圆 热量少四成又容易消化 我们主要是使用豆腐去做原料 取代原鲜糯米的用量 那它的口感上仍能保有一些些 我们汤圆的口感 QQ的感觉 但是它又不至于到这么的不好吞咽 所以在使用上其实对于长辈啊 或者是一些胃肠功能比较不好的民众来说 它是比较适合也比较没有负担的 那在它风味上因为我们使用豆腐作为原料 所以它增添了一点点的淡淡的豆香 那在外观上可以看得到七彩的嘛 那我们是用天然食材去做染色 那可能有像我们的南瓜 紫色山药 然后红楼锅 黑木耳 或者是一些绿色蔬菜 火龙果 增添它的色德之外 其实也增加不少的植化素的摄取 营养师表示由于汤圆元宵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不只要小心热量 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也要适量食用 另外吞咽困难的长者 吃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留意 一般市售的汤圆 它主要的原料是用糯米去做 那糯米的特性有哪一些 第一个它的升糖指数比较高 所以对于一些可能需要血糖控制的民众来说 比较不建议 会比较有疑虑啦 那吃的时候要适量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特性的第二个部分 是它的粘稠度比较高 它烹调之后 它可能比较有粘度 那对于可能中间困难的长者或者是民众 那或者是胃肠消化比较不好的病人来说 其实都没有这么适合 那吃起来会比较有负担 三到四颗那种高线的汤圆 或者是大概三十到四十颗的那种红白小汤圆 它其实热量就等于一碗饭的热量 那要吃 如果你今天假设你今天要吃二十颗小汤圆好了 基本上你就要跑慢跑 大概半个小时 如果你要用走的 可能也要一点五个小时以上 才有办法去消耗它 所以提醒大家当然吃可以 但是还是浅尝停止 卫生局还公布元宵汤圆抽验结果 共抽验二十二件产品 包含十八件汤圆 四件馅料 另外同时针对四件包装产品进行标识查核 结果均符合规定 我们检验的项目是防腐计有十二项跟着设计 同时有四件的产品 它在同时也是完整包装的食品 那也进行了标识查核 那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 台北市卫生局这边也要呼应我们的食品业者 一定要选购就是合格的一个原物料的一个来源 那才能够确保我们消费者使用的一个安全跟自身的一个权益 卫生局提醒元宵佳节吃汤圆 餐后应适量运动 除了可以消耗多余热量 也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助消化不容易脏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立体新南向政策 由立法委员许志杰 刘建国 罗美林及中嘉宾 共同发起的国会议员联谊会正式成立 希望通过国会外交的力量 加深台湾与东南亚国家间的交流互动 在农业、医疗、教育等民生议题上 攜手合作成为民主与自由的联盟 一开始就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及韩国等多国语言 向大家问候 立法委员许志杰与刘建国、罗美林中嘉宾 共同发起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及新南向新著名权益 共七个国会议员联谊会 在台湾越来越多新著名加入下 希望通过国会外交的力量 不仅成为外交部的坚实后盾 也能加深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未来在农业、医疗及教育等民生议题上 台湾能和新南向国家深化友好关系 攜手并进 印尼是现在穆斯林国家最大的国家 光是穆斯林回教的大概有超过一亿的人口 所以这个印尼跟我们台湾的互动其实也相当的重要 今年2月28号我们观光署会在雅加达 成立我们的台湾观光服务处 那当然关于这个签证的部分我们给印尼有条件的免签 那将来也希望说印尼给台湾有免签的优惠 这个部分我们也都还在努力当中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高雄直飞印尼的 班机现在还没有 现在每次要去印尼就已经要到台北 到桃园机场去搭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将来 因为其实整个高雄将来是新南向基地 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最快的包括屏東这边的屏東也都是在南方 所以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在我们的小港国际机场 能够争取就是直飞雅加达或者是直飞巴厘岛 在去年的十月三十那泰国政府又让我们台桥甚至我们的台湾人民到泰国免于这个签证的这样的立变 所以在这的感觉要再度的更加的提升两国之间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甚至于做出更多有利于两国人民的事情 那我在最近也有跟他们泰国有三个国会的议员引领到他们到我的故乡云领 然后做的相关的农产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希望持续的可以透过农业 透过很多方面来跟泰国各方面的这些重要人士 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建立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马来西亚跟这个台湾其实这几十年来不论是在经贸或者是在教育呢 其实我们有很深厚的这个感情跟交流 那我也希望说建立这个平台可以继续马来西亚跟台湾的两国国会议员的这个交流 尤其是过去四年我跟嘉宾常常跑马来西亚 其实我们跟当地的国会议员其实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感情 那我希望这个能够延续下去 那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大使 Puan Aznifa上任之后 他在经贸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积极 那另外我也成立了一个新住民权益联盟 那我这个联盟呢是很希望说能够用 希望就是说跨党派的这个委员一起来参加 那我们一起为住在这块土地当的所有的新住民来努力 台湾跟新南向国家有非常密切的民间交流 跟传统的友谊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今天有七个联谊会来成立 能够成为包括台湾跟新南向国家 不同的个别的国家 还有来自这些国家的新住民 我们共同的来结合我们彼此的民间友谊 和经贸往来 加深我们对对方的文化了解和未来的交流 不管是在农会农业医疗还是教育方面 我们都热于跟这些伙伴国家携手并进 出席的外交部次长田中光表示 根据统计2023年台湾与18个新南向国家的贸易总额 超过1523亿美元 比起2016年新南向政策刚推出时增加了59% 外交部也特别开设连结新南向精英培育专班 教育部及农业部也各自推出专班与计划 越南与泰国也在2023年分别提供电子签证 及暂时免签服务 显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互动更加紧密热络 国会外交是发展务实外交的重要管道 外交部将协助各国会议员联谊会 让国会外交发挥最大的功能 寻求更多的合作空间 台湾与世界各国攜手并进 台湾加油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金融市东岸商场 重新招商的争议持续延烧 金融市前后任市长再次杠上 针对金融市长谢国良 2月20号早上召开记者会 强调权力经并没有缩水 招到抹黑 一块来听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如何回应 针对金融东岸商场重新招商争议 金融市长谢国良 2月20号召开记者会指称 权力经并没有从过去的5000万缩水 变成1500万 这一切都是抹黑 对此内政部长林又昌也在立法院做出回应 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市政府的固定权力经就是1500万 他不要去把什么变动权力经 那个根本就八竿子还没有看不到的事情 他全部把它放在一起这样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曝露出 其实市政府的一个这个调降租金 还有包括调降这个固定权力经所露出来的这个 这个曝露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不要 他这样会越描越黑啦 固定权力经其实他很清楚 就是1500万 他不要去把别的什么变动权力经 什么阻地经经全部都把它扯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就扯得太远 包括很多的这个民众 自己去网路上去挖市政府 已经下架的这些资料 然后还有包括律师啊 这些都是专业的人 那所以其实我一直隐忍 一直很久很久都没有出来 来去针对这个事情去表示 等等的一个意见 一直到这个昨天的一个时候 不得不去把整个事情来还原跟前进 所以我建议谢国王市长 应该是要面对社会 面对人民的一个质疑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什么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宿交做的 多吃这种瓜 和爱正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 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一场 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等文字 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 扭曲照等 这是骗点几率 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 对虚假内容的信任 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二庭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佳集团关心您 2024台北灯节开展 市长蒋万安与现场民众 共同点亮主灯 展现光荣 另外参加猜谜的朋友 还有机会获得东京机票 欢迎大家来台北西门丁上灯 台北灯节主灯呈现光荣 位于西门红楼前 由策展人刘志良 以纯金属打造高三层楼 结合花灯与升光科技 在光荣身上照应出 耀眼夺目的动态光影 搭配每半小时的三分钟主灯秀 配乐由音乐制作人K6刘家凯 结合在地文化元素创作 监运站上的鱼耀西门 象征年轻世代追逐梦想 突破层层障碍出人头地 我刚才看到就是 有那个 那边有一条大龙 就是金色的 然后呢它会喷雾 然后呢 旁边有两条鱼就有 就拍一些泡泡之类的 就有 就 就 鱼 鱼旁边它就有攀一些泡泡 每一年都会带他们来看灯会 这种感觉很惊喜 我还跟市长握到手呢 台北灯节17号全面开展 除了主灯与西门灯区外 中华路展区和北门展区也大有看头 有16个友好城市展出特色文化灯组 企业响应灯组与北门广场投影 观传局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台北旅游 推出全民猜灯迷抽机票活动 有机会获得台北东京商人来回机票 今天是我们台北灯节正式点灯开幕的日子 下个星期六就是元宵节 俗称的小过年 所以是农历春节最后一天 之后我们将迎来春天的到来 以及第一次的月圆 所以是花好月圆 合家庆团圆的幸福日子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安排灯节的点灯 也谢谢老天爷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 真的今天天气太棒了 我刚刚还问林副市长 还有王秋冬局长 如果今天下雨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会有多少市民朋友来 但是看到这么多亲爱的市民朋友 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们非常的感动 其实今年的灯节 我们特别选在西区 也就是从新门厅商圈 一路沿着中华路到北门 其实沿路有非常多 漂亮精彩丰富的灯饰 那我们之所以选在西区 去年在东区我们有了大巨蛋 成为台北的新地标 台北市民的骄傲 那灯节我们选在西区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 带来许多的商机 也活络地方的经济 今年我们灯节规划三大展区 我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 包括我们西门展区 这边有我们的主灯 有传统的以及现代的设计 沿着中华路两边 我们还有在地艺术家的作品 还有友好展区 也就是许多国际城市 他们灯饰的作品 都在友好区展出 非常的漂亮精彩 到了北门 各位朋友 入夜之后天色超为昏暗 我们就会有光雕灯光的投影 非常精彩炫目 而且大家拿出手机 朝着北门光雕 荧幕上的QR Code扫 你可以写下你的祝福和希望 就会投射在北门上面 好 非常非常的有趣 另一方面 我们今年台北登节展期 也有远过去 大概只有八到十天 今年我们特别拉长 一个月 所以一路到三月三号 这段期间 欢迎所有朋友西家贷券 都可以来欣赏 非常精彩的台北登节 另外 我们也结合在地的商圈 店家 所以让所有的市民来到这边逛逛 看看灯饰 同时也来这边品尝美食小吃 最后 也在这边向大家宣传 今年是台北市建成140周年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灯饰展出 呈现台北市是一座历史悠久 同样也是多元包容 而且创新的城市 另外今天2月17号 也是明年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 正式报名的起跑日 所以也请所有的好朋友 只要年满30岁 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就有机会参与国际一级的赛事 可能你可以跟国际知名的前职业选手 或是奥运选手一起竞赛 所以欢迎朋友们 一起来报名视状运 在企业灯主中 中加宽屏也尽一份心力 在台北记忆仓库旁设置灯区 展现中加宽屏新年元宵祝福 欢迎民众来赏灯游逛 体验多元灯饰的魅力 在电影来看 建国啤酒厂的都更案 在中央主导下 规划将三分之一的用地 作为北科大校地使用 整个计划案目前进入公斩阶段 建国啤酒厂原先台北市政府 规划转型为啤酒文化园区 后来在中央规划下 部分用地将作为台北科技大学使用 引发附近居民不满 如今整个计划案进入公斩阶段 立委王宏伟表示 回馈公共空间多少 股计维护由谁负责 都应交代清楚 且变更程序不应该是透过公斩 强迫居民接受 我们整个原来的变更案 已经经过包含台北市的都省会 包含内政部的都省会 全部已经通过而且核定 但是把它撤回之后 由我们的建国啤酒厂台酒 自行开发 而且要减资 把土地还给 就是交给我们的国产署 国产署再交给教育部 那么这教育部的用地里面 包含了是未来的北科大的 校园的用地 还有我刚才讲的古迹的部分 那么古迹的部分 这我刚才特别提到 我非常关心的就是 这一块请问北科大 是不是会承接来做古迹的维护跟保存 这一点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始终对于这个程序的不正义 我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北科大非常的聪明 早在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呢 就给郑文燦副院长 第一次发给了一个杰出校友 过去从来没有发出杰出校友 给他一个杰出校友之后呢 到了隔年的八月份 就出现了这个决议 我们这么多年 这里面甚至台酒公司在跟文化局里面谈 有关于这个 他的增额的回馈 如何做古迹保存 好像也都是白谈了 最后回复到 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一没有跟我们的李明来做沟通 第二有跟公会沟通吗 也没有跟公会沟通吗 第三个我刚刚讲古迹保存 他到底要怎么保存法 也到现在为止无销无息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方案是什么 朱元礼里长李林耀认为 整个都更案变更过程 藐视地方民意 且有异议部分 应该回归台北市都市计划审议 这就简单 现在一个理由就是 北科大要来利用 这个 这国平安 这个土地来做考试 现在要来做考试 也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让我一切研究 这个是1万5千多平的计划 是有在输用的 不是研究没在用的 不是研究 他近年我就要把它分拐 硬要把它贴在那两个 那之前呢 是 古迹 那个公元 立地 跟他们去 研究大楼 这个研究大楼 当然是 都市计划法有说的 因为公元区变更为商业区 以外就是要回归40%的土地 但是 建国比方说 台庄这边 跟这个要回归40%的土地 都是在 我们的这个估计这边 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元立地 所以 公元立地的重要部分 将来的管理权能 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在这个协议成立了以后 当然这个管理管理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当然要善尽保管全能之责 所以说将来 如果我们有机会 回到原本的时候 赵理事长 我们应该说 针对这个整合农区 跟这个经营管理这个部分 大家采取最大宽松的授权 不要在一个僵持站那边 导致 第一个我们自己也不能动 第二个台北市也不能动 第三个社区也不能动 我是希望说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能够 共襄协力来处理这个事情 相对到这个行政委 的这个部分 真的是藐视立法委员 也藐视我们地方 藐视我们地方团体 我们去家庭前 明明说 对到这家 我们有异议的声音 他也说运动要派一个人 来我们理办公室 或是去王公委理会办公室 来给我们做一个成分的率明 不是说应该一直做下去 这些人好像是会去找他去找 居民则认为 受到少子化影响 许多学校纷纷退场 是否有必要牺牲公园绿地 扩充为校地 对此北科大也做出回应 在现在接下来的每一年 都有大学要倒闭 那教育部手上呢 他能够就是说 要处理的这些校舍的部分 就是说接受这些倒闭的大学的 这个校地已经太多太多了 那为什么还要在这一片 可以开发的地方 然后呢 牺牲我们全部人的权益 去满足北科大 然后在这个少子化的冲击里面 然后在一个这么精华的地段呢 拥有一个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的校地 是整个园区开发出来 有很多人来 他的收益 自己就足够来支付这文化保存 为什么大家要 政府要掏口袋钱 台北掏口袋钱 台客大家掏口袋钱来维护 不用 就是维持原来的文化保留园区 他创造出来是最大的收益 也是我们大家 乃至于台北市民 也许台中台南的人都上来游玩 诚如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少子化 我们有很多学校退场 但是目前跟大家报告 我们现在退场的学校 都不在台北市 北科大比较困难 他把他的研究 或是他的教学的学生 移到中南部去 对于杜根案中骨骑保存问题 北科大表示 在发给教育部的韩文中 承诺会做好保存与维护的工作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立法院前院长尤锡坤 寻求联论院长施力后 请辞立委 一圈由民进党部分区立委 第13名的基隆长根医院 血液肿瘤科主任王振旭地部 2月19号在立院完成宣誓就职 王振旭表示 他的专业在医疗 因此会以未还会作为首选 宣誓人请就位 在大法官蔡中贞监事 与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成 及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 何建民等党团干部共同管理下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第13名的 基隆名医王振旭 替补请辞立委的前院长尤锡坤 在立法院完成宣誓就职 王振旭表示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对打造健康台湾有很高的期待 甚至提出当选后要成立百亿基金 研制新药照护患者 希望2050年因癌症死亡人数减半 未来他努力的方向及目标 也在于如何让台湾人民健康 获得提升及协助 在总统当选人 其实他对于打造健康台湾 有非常高的期许 也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跟协助之下 能够把台湾人民的健康 当作一个重要议题 共同来关注 共同来提升 所以未来我的工作最重要的 还是如何能够让台湾人民的健康 可以得到更多的提升 更多的协助 这是我未来会持续努力的方向 目标 至于未来要进入哪一个委员会 王政区表示他的专长是医疗 因此未还委员会 是他的首要目标 基本上我的专业 还是适合在未还委员会里面 贡献我的心理 所以我会以这个 当作我最重要的首选目标 那当然如果说 第一时间无法进入到未还委员会的话 那党团的安排也是有他的重要性 所以不管如何 我的专业就是在未还 所以我会努力的朝这个目标前进 对于王政区接棒进入立法院 同样是医生的民进党前立委邱太元表示 王政区能掌握医界的需求 又具有悲天名人的情怀 及医疗专业 一定会把人民的健康照顾好 医界也会全力支持 他有悲天名人的情怀 也有医疗非常专业 非常高的专业 我相信他的医疗专业 以他的一颗善良的心 一定会把人民的健康 顾得好好 我们医疗的支援 医界的力量一定全力支持 我们王政区教授王委员 来担任好未来人民的守护神 我们卫生行政各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记者张其滩台北报道 计划过778台非法机商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基于东岸商场的争议 市长谢国良19号晚间开直播表达不满 20号一早再召开记者会强调权力已经没有缩水 喊话民进党政策执行长王毅川亲自来激容道歉 希望外界不要再抹黑 各位直播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都跟大家说啦 有需要的话随时会来跟大家说明澄清 然后让大家来了解 最近的抹黑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我在直播的时候呢 很清楚的大家会看到我的澄清 而且证明对手的抹黑 但是我一次呢 只能讲一小部分 因为讲太多 会容易模糊掉 他们抹黑我的焦点 进入严重 建议 事长谢国良 技十九号晚间先开直播 二十号一早现身再度开直播 向市民说清楚 昨天由这个林前市长带头 先喂食了一个假讯息 给大家 就说我用一千五百万 就把这个微风租金给他 所以原来可以收5000万 这个完全不是事实 我跟大家讲 这就是完全不是事实 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抹黑 来 我跟大家解释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 会跟厂商收取的固定权利金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1500万 这个是没错的 我想在座很多直播朋友 我们社会上很多工作者 应该有很多都是业务人员吧 大家都知道业务人员 有不同的薪资的绩效的机制 这个就是底薪 形同业务人员来说 这个就是底薪 固定权利金只是第一项收入的来源 可是他就要假装说 他是唯一收入的来源 真的非常的不应该 第二个收入来源 就是变动权利金 这个变动权利金 在各家的估算下 我们就是直接预估 在12亿的营业额的基础上 就会有2200万元 所以他们是刻意的哦 刻意的漏掉说 原来还有变动权利金这件事情 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绝对不是像这个 目前有心人士说的 只有1500万元 这还是第二样哦 来变动权利金 是以12亿的营业额 不是说这是金基姆吗 那我想新的商场也是以做这个单价 也是算是不低的销售出身 一定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金额 各家不只是这一家 其他家也有也是估这样的金额 这是一个平均大家估算金额 所算出来的变动权利金 不是最高点 第二点是变动权利金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固定权利金 跟变动权利金 再来还有一个第三样叫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我们也还是要收 跟大家讲都是认证过的 但是我们都可以提出证据 但是今天重点就不是只有一样 一共有四样 一样一样算给大家听 第三样就是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对吧 王俊宏处长都还对吧 到目前为止都对 他是主管机关的处长 但是我自己出来跟大家讲 简单二要最清楚 第四个 第四个是厂商跟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媒体通路回馈 这个是等同市价 而且是可以比照市场行情拿得出来 在座都是各位媒体 大家都了解 有这个媒体的这个通路的回馈 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 所以一共有固定权力金 变动权力金 土地租金跟媒体通路回馈 总额是六千七百七十五万 针对外界质疑 东岸商场固定的权力金 大幅缩水 谢国梁喊话 民进党政策执行长 王一川别再抹黑 我要跟民进党的政策会的执行长 王一川执行长喊话 因为昨天都是他在政论节目上 讲我只有一千五百万这样子的一个租金收入给厂商 我跟王一川执行长 我跟你说 假如真的我只有给厂商一千五百万一年的租金的话 我今天写好遗书 我明天就去切付 我明天就去切付 但是假如不是只有一千五百万 而是我刚刚讲的 有五千万左右的现金租金 以及一千多万的媒体回馈的话 那您肯不肯来基隆 跟我当面道个歉 然后我请你 我们一起去吃基隆有名的卤肉饭 我觉得如果对别人错误的指控 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表示 所以我也要跟我们这位最近网路上非常红的王毅川执行长 喊话跟说明这是事情的原貌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呢 为什么议员会指控 为什么媒体政论节目会不断的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报导呢 因为中央厨房出了问题 针对前一晚开直播 批评民进党议员不断抹黑 市长谢国良表示 每个人都不希望遭到刻意抹黑 我想让大家将心比心的想想看 被人家冤枉 而且是这么刻意的去做一个冤枉 就像今天明明是五千加一千多 就要说是一千五 那样的感受如何呢 所以我希望这些议员能够将心比心 了解我那种心里被冤枉的那种愤态 跟心里的那种不平 而且觉得很冤屈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被冤枉过 很被冤枉很冤屈的那个感受 可能就是我昨天讲这个话的感受 市长谢国良强调 未来只要有时间 就会透过直播方式 跟大家分享市政推动内容 希望大家一起为基隆的建设努力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而在十九号晚间直播过程中 市长谢国良批评民进党 基隆市议会党团无耻 对此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长谢国良向党团及全体市民道歉 民进党他们我跟你说 我今天讲完了张志豪议员 思维正议员 他们不会再讲这个了 不会再讲这个了 那他换一个 马上就这个没有了 再换一个 大家都太习惯你们这种套路了 但我当我知道说 这个是你们修 然后你们拿你们修东西来扛我 然后来攻击我 我真的觉得你们蛮无耻的 对 我小孩爸爸 我谢国良很少想要这样讲 但是真的你们这样很丢脸 很不应该啦 很厉害的啦 真的 你们很丢脸 你们民进党议会党很丢脸 民进党机动市议员 结录市长开直播的这段话指出 机动市长谢国良说明东岸商场争议时 直接批评民进党机动市议会党团 相较于过去多年前为了东岸商场修法 现在却拿这个来攻击他是无耻 就更小 其中也点名到市议员张之豪以及施伟正 是有套路性的在批评东岸商场的争议 对此民进党机动市议会党团也特地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长谢国良向民进党团以及全体市民道歉 对我们民进党团所有的团员呢 来开骂 所以身为总招的我今天要召开记者会 来向谢国良市长来说明说 你们谢国良市长你应该给我们民进党团每一个成员来个道歉 简单的问题我们提出来希望谢国良市长能够针对这个事情来我们议会说明 结果谢国良市长竟然说我们无耻 竟然说我们更小 而且已经相当的失态在做这样子的声称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谢国良市长已经必须要对我们提出正式的道歉 请谢国良市长对我们基隆市民进党团 郑重的道歉 因为你在这里做无谓的谩骂 说我们无耻说我们丢脸 我说实在话 对我来讲个人的声誉严重的受损 甚至连我要看影片都跳出这个需要修补牙齿的广告 你要对我这一点心灵创伤要造成补偿 直接开直播谩骂 你有没有一点点的民主素养 对于基隆市议会的尊重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认为今天你必须要站在你行政权的立场上 对立法权基隆市议会甚至民进党团公开道歉 否则你就是一个不适任的市长 市长他应该要有向市民向市议会说清楚讲明白的这个义务 他也没有遵从 那让这一个事件沦为一个口水战 那建议市长应该回归市长的高度 首先要先向我们的市民向我们民进党团向这种市议会道歉 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一下谢国王市长 您昨天在你的一个直播当中 入骂我们议员无耻 甚至是一个不要脸的一个行为 你同样的也是在谩骂我们基隆市提出所有问题的一个市民 我想在一个民主法治的一个国家 我们是进行我们监督的一个职责 但是你市长已经失去了你市长该有的一个高度 你也是民选出来的市长 我们也是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站在一个平等对待的一个原则当中 你这样谩骂我们的一个议员 我相信这个是对于你市长身份来讲 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失格行为 而市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记者吴俊宋基隆报道 另外议长佟梓伟也表示 市长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金融市 不应该有过于激烈的言论 应该对民进党团表达歉意 民进党他们我跟你说 我今天讲完了张志豪议员 思维正议员 他们不会再讲这个了 不会再讲这个了 他换一个 马上就这个没有了再换一个 大家都太习惯你们这种套路了 但当我知道说这个是你们修 然后你们拿你们修的东西来扛我 然后来攻击我 我真的觉得你们蛮无耻的 对 我小岳爸爸我谢国良很少想要这样讲 但是真的你们这样很丢脸 很不应该啦 很变小的啦 真的 你们很丢脸 你们民进党议会党很丢脸 东岸商场争议风波没有停歇的迹象 基隆市长谢国良更是距离力争 直接开直播跟所有市民和民众说明清楚 在这件事情上市政府被质疑和攻击的地方 不过也因为直播过程中 市长谢国良直接批评民进党 基隆市议会党团 相较于过去多年前为了东岸商场修法 现在却拿这个来攻击他 是无耻就更小 对此基隆市议会大家长议长 唐自威表示 市长不仅代表个人 也代表基隆市 过于激烈的言论 不应该应该对民进党团表达歉意 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身为基隆市议会议长 我们必须维护每一位议员发言的权利 那市议员监督市政府不分党派 本来就是应该应尽的职责跟义务 那我想市长应该冷静的角度 来看待对这样民主的一个机制 然后冷静的回应 那我想针对议员的批评或是指教 应该用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 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跟报告 不应该有情绪性的字眼跟发言 那我想他对党团的批评 我想也过于激烈的言论 我想是不应该 因为市长不仅代表个人 也代表的是基隆市 这样子公开的直播 让这个全国民众来看到基隆市的状况 我想应该用更完整的态度说明 可以让民众更清楚 那市议会议长 我们必须维护所有议员发言的权利 这是应尽的职责 那我希望市长也可以跟这个市议会的党团 来表达歉意对于这样子的发言 针对这个东岸这个旅上全国版面 我想我们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基隆市民的权益 那现在商场的营运状况 本来就应该跟大家说明 最重要的是我会很担心我们后来 后续基隆未来各个大商场的招商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完整的说明 这也是应该市长市政府 都应该做一个充分的说明 让市民或全国人民都可以清楚 不要影响到我们基隆未来的发展 而市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基隆市消防局最近获赠了一批防灾生活用品 包括吹具座椅及防灾厕所 未来将展示在基隆防灾教育馆 希望提升民众的防灾意识 一般它就是一个椅凳 让在防灾公园里面就可以休息来做使用 看似板凳的座椅 掀起上头就发现下面暗藏玄机 那下面可以做生火 那上面就可以摆锅子来碰煮食物 还有这个重达20多公斤的座椅 其实是一个防灾厕所 底层可以放入塑胶带 或者连接地下污水管线 一旦发生地震 就可以变成流动厕所 带子装在这个空间里面 对 让当它做排泄的时候 其实可以就用带子来做收集 或者是做跟地下的下水道做结合 那它也是一个人使用 可以搭配的帐篷使用 然后增加就是避难民众的一个 隐私的一个上厕所的一个方便度 日本石川县年初发生规模7.6地震 伤亡惨重 与日本临近的台湾也处于地震带 金融消防局多年来前往日本金刚县取经 希望能够强化金融的防灾防证观念 最近消防局获得一批防灾生活物品 包括防灾催具座椅及防灾厕所 还有防灾催具组 我们台湾其实已经规划了非常多的防灾公园 但是对于防灾公园来讲 里面的相关救难设施却比较少 让别人说它只是一个空有其表的一个集合地 但是却没有一些防灾的设备 可以让避难的民众来做使用 所以我们引进像这样子的防灾设备 是可以让集中避难的一些居民 或是疏散的人民 可以有一个简便的工具可以使用 随着气候变迁 灾害发生的频度和规模日益增加 灾害发生前的减灾与准备工作 可以在灾害发生时发挥关键作用 减少灾害造成的伤亡和损失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